老公这个力度可以吗 要不要再用力点 这个甜美的声音真的好熟悉 我又梦到了她 那个为我生儿育女却每天被我家暴 不曾有过一天好日子的女人 她发现自己不在公司进入世界500强的庆功宴上 而是在一间破败的房间里 那是数十年前的家 顾得猛然惊醒 破败的墙上挂着的日历显示的时间是1987年6月16日 梦雪在这一天 中阴忍受不了长期的家暴和没有期待的未来 买了两斤排骨一瓶农样 排骨为农样 她一心寻死吃了两大碗排骨 而桃子因为长久没有吃肉 哪怕肉里有些味道也吃得非常强 顾得则是因为觉得味道坏 喝了一口就没有吃 等法人过来的时候已经吃了 母女两人没有救了 顾得我恨你 嫁给你五年 没有想过一天的福 五年来 我有的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 你不配做一个丈夫 更不配做一个父亲 梦雪面色猙獰的看着不得 我走了 女儿我也带走了 本想带你一起走 没想到你这个人渣命那么大 刚才给你捏肩 算是夫妻间最后的一点温存了 我要让你每天活在自责中 我和桃子将是你心中永远的痛 爸爸 你终于抱我了 桃子的肚子好疼 你再抱紧我一点好吗 桃子在他抱着去医院的途中也走了 临死前他蜷缩成了一团 紧闭着双眼中挂满了泪水 他跪地痛哭 这一刻生活中的一切 才像画卷一般在他眼前慢慢呈现 老婆对不起 他站起来 一把抱紧了孟雪 这一次一定要抓紧他再也不送手 不仅要还清上一室欠下的债 还要一万倍地疼爱他们 可孟雪却误会了他的意思 顾德 你还是人吗 当着女儿的面 你又想那样 才做的 你又想了 你真是个禽兽 他以为顾德又想要 这男人根本就不是个人 完全不顾他的意愿 不同意就打了 现在更是要当着女儿的面 做那样的事 他羞愤难看 嘴唇都咬破了 两颗毛子都仿佛要 喷发出愤怒的火焰 将眼前的人渣烧死 最后的一根稻草 彻底被压他了 这样宛若地狱的家庭 活着都令人觉得恶心 他看向厨房的方向 排骨已经炖好了 鞋兽来吧 当着你女儿的面 让他看看你 到底多么的猪狗不如 孟雪一脸嘲讽的 她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 你误会我了 我只是太想你了 能再次见到你 我太高兴了 顾得眼睛泛呼 看着怀里的女人 她激动得连声音 都有些颤抖 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辜负你 孟雪身子有点痒 自己男人会说情话了 可五年的上头 是一句情话就能弥补 看着面前的男人 她不敢相信 结婚我 你有一天 我就拳脚相加 因为爱她 她一个人既要照顾女儿 还要照顾她 她就从未扛起一个 做丈夫的责任 这会儿却说爱她 她就是哪天疯狂的折磨她呢 这是又喝酒喝懵的 才会说出这些胡话 桃子悄悄扯了一下 她的衣角 一脸恐惧的看了眼睛 又指了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对孟雪有些哭腔的说了 妈妈 她的脑袋是不是撞到墙了 爸爸没有撞到墙 爸爸是改过自新 以后一定让你和妈妈 过上幸福的生活 给你买漂亮的衣服 买玩具 买好吃的 顾德一把将她搂起来 在她脸上亲了两口 以前是爸爸对不起你们 爸爸跟你道歉 桃子虽然听不太懂 但这种温和的语气 令她非常惊讶 从济世起 还从没有见到过爸爸 这么和善的人 看到母女两人 这般震惊怀疑 顾德也不提 她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去将排骨汤盛出来 孟雪冷冷地说了 你歇着我来弄 顾德走进出 排骨顿武汤 这是在瓦罐里用农药为了 顾德直接就把排骨扔到了外面 看着撒了一地的排骨 孟雪哭了 顾德很伤心 因为她想在临死前 让桃子吃一顿 期待已久的肉肉 眼前的男人竟然狠心的 连这么一点机会都不给自己 顾德 你还是人吗 桃子都多久没吃肉了 我一个月那么点钱 养着一家人 两斤排骨你知道我要付出多少吗 坏人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扔了我的排骨 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和妈妈 桃子哭了 她也彻底对眼前的男人失望了 她一边抹着泪 一边跑到外面捡起两块排骨 一块给了妈妈 一块就要放进口中 顾德跪下了 这一刻她流泪了 不停地扇着自己的颜光 对不起 孟雪 对不起 桃子 我知道排骨里面有毒 请你们再相信我一次 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呵呵 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也会落泪 是鳄鱼吃人钱的祷告吗 孟雪 家里还有多少钱 你全部都拿出来给我 我要做生意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顾德的眼中绝望与期望交致 只要孟雪给她一次机会就够了 她真的可以在这个时代站起来 她眼睛红了 失声痛苦 似乎这一刻五年的委屈 彻底吞噬了她 顾德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 想要钱 你杀了我跟桃子在那吧 你为什么就不能够放过我们娘俩 五年来她没有过一些安婚 去医院生产 这人渣一看是女儿 甚至连产房都没有进掉头就走了 失踪半月 留她独自一人在产房待着 最后一步一挪抱着女儿 在寒冬中回了家 月子里没人照看就算了 她还要忍着腰酸背痛洗衣服做饭 给女孩喂奶洗妙部 女儿从小生病体落 时不时就哭呢 是她半夜抱着女儿去医院 为了维持生活 她更是背着墙包中的 她才笑一声 给你都给你 这是家里唯一的十块钱了 你给我滚 孟雪直接将钱扔在了顾德的脸上 等我回来 我很快就会带着更多的钱回来的 顾德一脸认真地说着 你除了会赌 还会做什么 孟雪摊坐在地哭了起来 这一刻她彻底绝望了 顾德离开后 孟雪强撑着身体 抱起桃子跟了上去 她要看看 这个人渣口口声声地改过自信 到底是什么 你是一个人渣吗 每边都要打老婆 甚至当着孩子的面都要 老婆带着孩子自杀 如果你重活一次 你还会继续做人渣吗 我的菜怎么就不合格了 刚从地里拉过来的 新鲜着呢 你看上面泥土都还在 前方传来了争吵声 有老农从村里拉来菜 想要卖给菜市场 被拒绝了 老农很疑惑 这些菜刚从地里摘的 新鲜得很 怎么就不要呢 赶紧走 我们的菜都是定向采购的 不是谁想送菜进来 就能送菜进来的 下次过来的时候 打听清楚 别耽误我的时间 菜市场的管理人员 看样子很欠揍 老农垂丧着脸 看着一板车的菜 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只能拉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顾德走了过去 你的菜不要了 老农很惊讶 看着顾德 你要什么菜我给你撑 他以为顾德只需要一点 能卖一点是一点 至少能够挽回一点损失 我全部都要 全都要 老农瞪圆了眼睛 看着顾德 怎么不信 顾德直接递上了 家里唯一的十块钱 那行 多谢老板了 老农也不再多问 菜有人买 这趟就没摆了 顾德对老农的 菜我的确是全要 而且要的不止这一板车 是每天一板车 甚至更多 这些钱给你 你在这等我两个小时 我就把板车给你送回来 这菜还带着你吧 谁会要 菜市场其他的人 看到顾德要了一板车的菜 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 菜都没有洗干净 看着歪歪扭扭的 不会是想在菜市场卖吧 这里是国营单位 一个萝卜一个坑 所有的摊位都已经定了 市场管理人员看向我了 你买的这些菜不能在这里卖 而且也不能够在附近卖 赶紧拉走 听到了吗 谁告诉你我要在这卖的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现在的顾德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渣了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他的老婆 没有人可以再对自己指手画脚 两个小时后 顾德拉着空板车回来了 这一个所有人都震惊了 卧槽这个人渣真的把菜卖完了 这五块钱是给你的定金 明天早晨八点钟 我会在这里等你 刚刚顾德卖菜的过程都被孟雪和小桃子看到 桃子奶生奶气的对着孟雪说的 妈妈 爸爸真的改掉了坏毛病了 他以后真的不会再打妈妈和桃子了吗 还真的要给我们赚钱 买好吃的 买新玩具 买漂亮的衣服 爸爸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他是病了吗 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 孟雪摸了摸桃子的头 看着脸上挂着微笑 忙前忙后都不得 他忽然感觉这一刻是那么的不真实 他用力的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 直到胳膊变得瘀青才挺少 眼前的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可是他也很疑惑 这个人渣怎么今天突然就转变了呢 难道是真的病了 从菜市场离开后 顾德顺路去了一家烤鸡店 买了一场吃烤鸡 又弄了几个肉包子 这才提着往家里走 这些东西可都不便宜 又喝 发财了 又是烤鸡又是肉包子 这要不少钱吧 好香啊 顾德今天打拍赢了 顾德的名声早就臭大街了 兜里就没几个字 即便有也马上出去吃喝玩乐花了 绝对不会往家里拿钱 更不会往家拿东西 没想到今天居然提了不少东西回来 有人很好奇 主动问你 顾德 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些东西 做生意赚他 顾德回了一句 脚步不停 直接往家里走去 众人更加奇怪了 做生意开什么玩笑 就他这样的 除了会打老婆 他会做生意 没有人相信 只以为顾德打牌手机好赢的 议论声落到顾德的耳中 他也不解释 非心非顾德跟他们解释那么多干什么 本也没指望他们立马就相信 回了我 孟雪和桃子两个人早就已经回来了 看到顾德手里提的东西 桃子两眼瞪圆了 烤鸡 他眼睛盯着顾德手中提着的烤鸡 还扯了扯在缝衣服的孟雪 妈妈 你快看 他回来了 还带了一只烤鸡 说话的时候 还不忘舔了嘴唇 他很馋 不过却没有跟其他孩子一样 见到父亲带好吃的东西回来 就扑过去 而是有些畏惧的站在孟雪身边 这五年 他们娘俩生活在顾德的阴影下 恐惧早已浸入骨髓 孟雪停下手里的活 错愕的看着孟雪 自己男人居然带吃的回来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过来吃 顾德将烤鸡放在桌上 又去厨房里拿了碗和筷子 摆好之后将鸡肉撕开 这烤鸡外胶里呢 还送了蘸料 撒上之后香气不鼻 就连顾德也被勾得蝉虫大动 顾德看向桃子 指着他嘴角笑道 小桃子 你看你馋得肚子都咕咕叫了 口水都流出来了 桃子赶紧抹了抹嘴吧 没有 你骗人 我才没有流口水 他看了看桌上的鸡肉 好笑啊 虽然他很馋 但还是没有到桌边来 看到桃子眼中畏惧的眼神 顾德心一阵刺痛 这是他女儿 本该是贴心小棉袄 在他身上撒欢 可从他的眼中流露出来的 却是畏惧和惊慌 想想以前 从来都是自己吃饱了 他俩才敢吃饭 不然自己就会像禽兽一样 对两个最亲近的人出手 那时候 自己可真特么不是个人 现如今 哪怕面对非常想吃的烤鸡 孩子也不敢过来 他拿起一条鸡腿递给他 桃子 来 这是给你的 看到滴到眼前的鸡腿 桃子不敢相信 真的是给我的吗 这还能有假 快点吃吧 顾德点头 将鸡腿放到他手中 拿着手里的鸡腿 桃子很不可置信 转过头对孟雪道 妈妈 他将鸡腿给了我 他是不是真的变好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他不敢信 听到这话 顾德真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 之前的自己太混账了 心得多粉 才会对这么可爱的小女孩如此才 他忍不住跪了下 孟雪 相信我 我真的会变好了 我们一家三口 以后一起其乐融融的生活 孟雪 扭过头 不再去看过的 他哭了 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他真的变好了吗 会不会是在骗自己 他用力的咬着胳膊 胳膊都流血了 只是不想让这个人渣 看见自己流泪 你能相信 一个每天独达老婆的人渣 会变好 而顾德正一点点 改变所有人 对自己的看法 顾德从口袋里面 掏出一个塑料袋 丢到了桌上 诺 这就是今天赚的钱 你吃完后数一数 我还没来得及清点 都是些零钱拿着不方便 顾德全部都用塑料袋装了起来 一毛两毛 甚至还有一分两分的钱 叮叮当当的落在桌上 孟雪放下鸡腿 打开塑料袋 看到里面的钱非常惊讶 没骗你吧 赶紧吃吧 趁热 凉了就不好吃了 顾德看到他这没见试面的样子 不觉得好笑 反而有些伤感 我去关门 孟雪起身 将门关上还落了门栓 生怕被别人看见 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自己的心里终于有了一点钱 所回多钱 开始清点钱 现在这又丢不了 先吃鸡腿吧 鸡腿哪有钱香 孟雪一副小媳妇模样 你知道吗 五年了 你第一次往家里拿钱 他开始清点 一分 两分 五分 一毛 五毛 最大的面额是五块钱 加在一起总计是 三十三块七毛六分 哇 这么多 数完后 孟雪很惊讶 他在外打工 一个月才三十二块钱 可顾的今天一天 就赚了这么多 看到自己女人 也为三十几块钱 激动成这个样子 顾得开心又心酸 这个价势真的穷啊 他温和地说着 三十几块钱而已 看把你激动的 以后我还会赚更多钱给你 他既然重生了 那就一定要让家里人 过上好日子 不然重生了有什么意义呢 不就是弥补前世的罪孽了 他看着手里的钱 抬头看着顾的 犹豫了打量着 这些钱你能给我存起来吗 结婚这么多年 家里都没存下钱 桃子身子弱 需要时不时撑点肉补一补 再过一年 他上学也得要花销 孟雪询问的小心 生怕惹怒了自己男人 身上又得红肿银片 好的 健顾的点头同意 他不自主地露出了 很久都没有的微笑 这是第一次 他真的好激动 不过又有些忐忑 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 好了 钱也数了 赶紧吃鸡腿吧 都凉了 好 孟雪点了点头 一边的桃子 也在开心地吃着鸡腿 他轻轻地咬了一口 眼睛都眯到了一起 真好吃 好吃 就多吃一点 顾德摸了摸他的脑袋 不能吃那么快 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得要留一半 等到明天再吃 桃子很舍不得 这么小就懂得了节省 可这话 却让顾德心就了一下 听了心好痛 不用节省 你想吃 每天爸爸都带一只烤鸡回来 让你吃个够 竟说些胡话 每天一只烤鸡 哪能这么糟 再有钱 也经不起这么花销呀 他们在厂里 去做工的也不敢这么花 更何况 你这有一搭没一搭的 我说能 肯定就能 我要连这点都做不到 还算什么丈夫 算什么爸爸 那我不又变成了以前的人渣 从现在开始 我要好好爱你好好爱桃子 孟雪看着自己男人 精神有点恍惚 这么甜蜜的话 他都居然会说了 家里就一张床 一家三口躺在上面 孟雪只能侧着身子 因为这张小床 实在是睡不开三个人 第二天 他兜里揣着二十块钱 直接往菜市场去了 远远的就看见昨天的老农 在那等着了 边上还有一坨垃圾的蔬菜 见到顾德 老农非常高兴 他刚才在等顾德的时候 还一直忐忑 想着顾德到底会不会来 这会儿见到真来了 心里松了口气 昨天同样场景 又演一礼 不过这一次 卖完这些用了三个小时 以为今天的菜要比昨天多了一类 卖完菜 顾德给了老农二十块钱后 老农千恩万谢 表示明天还会过来 顺路带点自己杀的土著 屋里梦雪正在给桃子摇着扑扇 周围住的人多环境又密敌 这会儿正是夏天热得很 院子里还透点气 但是一进屋就又闷又热 更何况他们家连台风扇都买不起 就连桃子去别人家呼风扇都会被嫌弃 来 先喝口汽水 解解数 汽水 桃子眼睛都瞪圆了 这是给我的吗 是的 这是买给你和妈妈喝的 快点过来吧 慢点 凉 桃子还没有开口叫他爸爸 他知道是因为之前造成的心理阴影 让孩子一时之间没有那么容易开口 不过他不急 长时间的相处后抹平桃子的心理阴影 孩子自然会重新认可他 你没给自己买 孟雪看着他 我刚才在外面喝过了 你们喝吧 顾德拍了拍肚子 其实他并不舍得喝 他拿着刚买的烤鸡到了厨房 孟雪瞥了一眼厨房里忙碌的男人 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他偷偷的在自己的腿上掐了一下 很疼 不是做梦 这个男人真的变了 好凉快呀 桃子两只手捧着汽水瓶 小心的喝了一口 开心的手舞足蹈 脸上满是笑 然后又喝了一口汽水 又笑的眼睛眯了起来 几口就能干完的汽水 桃子喝了许酒 一边喝 还一边看有多少汽水 等到还有一半的时候 他就没有喝了 顾德端着切好的烤鸡出来 看到他这么做 就问道 怎么不喝了 是太凉了吗 桃子摇了摇头 不是的 冰冰凉凉的好好喝 还有气 我刚刚打了好几个格 身上一下就不热了 他将汽水瓶推到了桌子的另外一瓶 看着我 这剩下的半瓶给你喝 给我 这个口味的汽水 你不喜欢吗 顾德想差了 那下次爸爸给你买别的口味的汽水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桃子摇头 不是的 这个口味的汽水好好喝 我从来都没有喝过 好喜欢 我是想要跟你分享 你昨天给桃子买了烤鸡 今天又买了烤鸡和汽水 桃子好开心 一个每天只知道打老婆的人渣居然变好了 还用了十天时间成为了万元户 马上就要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第二天 顾德跟自己的老婆还有桃子一起 因为他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他直接租下了一辆拖垃圾 这样他就可以多垃圾桃 同时他的收入也在不停的翻翻 从一天的三十多六十多 变成了一天几百上天 渐渐的顾德的口碑打开了 因为他的菜不仅新鲜 价格也很便宜 还不会缺金少两 就连服务态度都是一流的 跟国营单位那些人嚣张跋扈的样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桃子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一边 看着爸爸妈妈卖菜的样子 他甜甜的笑着 似乎他感觉自己现在才是终于有了一个家 一车才卖完 顾德坐在地上休息 孟雪过来帮他擦汗 孟雪并没有感觉到他对顾德的感情 已经从心底里彻底改变了 桃子看到这里忍不住的傻笑 因为他也感受到了爸爸的变化 顾德伸开手臂 桃子欢快的跑 他挂在顾德的脖子上 被顾德抱紧 桃子我们去买汽水好不好 好了 桃子开心的笑着 这一刻他感受着曾经从未体验过的父爱 孟雪站在一旁看着顾德 刚赚了一点钱就不能存一点 他的声音很温和 带着甜甜的笑容 顾德去村里拉财 孟雪就在这里跟桃子等着的 就连周围的邻居都凑了过来对孟雪说道 顾德变了呀 这根本就不是以前的顾德了 以前的顾德哪里知道赚钱 更不会给你和桃子买东西 孟雪笑了 顾德被别人认可 他便好了 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爸爸再也不欺负妈妈了 也不打桃子了 每天还会给桃子买好多好吃的 桃子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顾德回来了 将拖拉机停在一旁 孟雪问道 顾德 制衣厂的工作你打算放弃了吗 进什么制衣厂 制衣厂要不了几年就保命 进了也白进 你竟说些胡话 那么大的一家制衣厂开了好些年了 而且还是博营单位 哪能说道就道 孟雪只以为顾德在说几话 毕竟这卖菜的活虽然赚钱 但确实是不文定 一天结束了 顾德一家人回家 孟雪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袋子 还有一袋排骨 坐在院子里乘凉着邻居看着我 有些冷嘲热讽地说着 孟雪今天这是抢银行了吗 还买了排骨 抢银行都经不住这么花吧 这些孩子 有钱了就不知道存钱 就知道一味的挥霍 一家人并没有理会他们 而顾德知道 孟雪在外面被认说 这都是以前自己所造成的 他拉着孟雪的手更紧了 不要理他们 他们都不过是一群过客吧 只有你跟桃子 才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人 孟雪点了点头 毕竟前世故的可是亿万富豪 无论格局和眼界 怎么是眼前一群人可以比拟的 回到家 孟雪将闻反锁 将黑色的塑料袋打开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倒了出来 硬币还有纸币 全部都掉落在地上 堆成了一个小山 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全部都是零钱 一分 两分 五分 一毛 两毛 最大的也不过是十块钱 而且十块的还非常少 哇 好多钱钱 桃子站在旁边惊叹道 孟雪也瞪圆了眼珠子 看了看地上堆成小山的钱 又看了看自己的男人 半天没说出话来 真是钱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钱轻点出来 见到自己女人这么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顾德心里终于有了一丝成就感 也为她觉得 只有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获得成就 那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好 我来数钱 孟雪赶紧蹲下来数钱 而顾德拿起排骨走进了厨房 肉香自语 香气顺着窗户飘向了外面 哇 好香 顾德家又炖排骨了 连风扇都买不起 居然还有钱吃排骨 桃子每天来蹭风扇 花着我们家电费 也不说送一碗排骨过来 所有人都在议论 似乎顾德就不配吃排骨 这完全是他不应该有的生活 顾德坐在旁边 看着娘俩在那慢慢的清点间 桃子说是清点 实际上就在旁边玩 只会数有多少张钱 多大的面额还认不太全 也不知道他在忙活场 还怪起劲 孟雪忙着清点间 没有空搭理他 要不要我帮忙 不用不用 你就在那坐着 没有什么比数钱更舒服的 他不要人帮忙 这么些钱数了好一会 最后才清点出来 一共有1976块八毛九 小2000块钱 哇这么多 清点出来后 孟雪吓了一跳 在他的认知里 断钱的方法就只有上班 可固的一天 就赚了别人几个月 一年甚至两年的工资 想想自己还想让他去 制衣厂上班 那是多么的可笑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每天 孟雪一回来 孟雪都要尖叫 你怎么又提了一个塑料袋回来 这里面难道也是钱 快进来 我又受不了了 这就是孟雪的前后语气变化 一开始 看到孟雪提着黑色的塑料袋回来 感到惊讶 中间 则是还没等孟雪进屋 他就一把冲出去 将自己男人拉进了屋里 然后关上门 生怕钱财外力被人给瞧见了 再到后面 孟雪一天三次 他就有点受不了了 足足三千多块钱 这辈子他就没想过家里能够有这么多钱 而且前后只几天的功夫而已 最开始是一千一千的往家里 后面则是三千三千的底 976.89 1056.32 3168.26 3361.75 3265.5 3324.8 3398.76 十天不算成本只在流水 总计有18552.29 豪掉大头的成本 毛利能达到12430元左右 梦雪都难以置信 十天时间 顾德从一贫如洗 一家人穷到自杀 到现在的万元户 这简直就好像是在做梦 顾德 我这是在梦里吗 如果是梦 就别让梦醒 梦雪挽着顾德的胳膊 一脸期待的说着 顾德送礼被嘲讽 他反手就送出了十年工资 并扬言 若是不收 让你连工作都丢了 这就是那个时候万元户的实力 看着桌上的钱 桃子有些好奇的问道 爸爸 我们是不是发财了 桃子不知道万元户 到底是什么概念 但看着梦雪这么惊讶的表情 那一定是爸爸很厉害的样子 这才一万块钱而已 就把你们娘俩高兴成这个样子 你老公没有骗你吧 说要让你成为小富婆 就让你成为小富婆 梦雪应了一声 这一刻 梦雪的内心 有一点点小小的满足了 似乎有点存款 一家人快快乐乐 就是最简单的幸福 爸爸 你蹲下来 我要给你奖励一个 桃子甜甜的笑着 像极了一个可爱的小公主 等会儿到银行去开个户 将钱存起来 你把两千块钱的尾数留下来 余下的钱全部都给我 我有用 顾德准备实施计划了 要这么多啊 梦雪问道 我有证实 双手捧着存折 梦雪笑的不知道有多开心 咱们也是有存折的人了 一会儿我先去菜市场买点菜 等着你回来一起吃饭 咱们要庆祝一下 顾德找到了菜市场负责人 李主任的家中 路上 他买了一条红金龙花了不到十块钱 李主任你好 我是顾德 Mary顾德的顾德 他虽然不认识顾德 但是对方找到自己家里来 手里还提着东西 肯定也是找自己办事的 进来坐会儿吧 喝杯茶 他主动邀请道 但语气却很平淡 打扰了 顾德点点头进了屋 我听说菜市场那边要进行改制 私人可以进驾摊位 说到这套店停了 并没有接着往下说 别什么事情都找我们家广才 这是违法的事 万一要查起来 他进去了怎么办 你这不是害他吗 天天来人找 真当我们这是菩萨庙啊 是 厨房里出来一个人 手上拿着锅铲 骂骂咧咧的站在门口 嫂子好 虽然这样 但顾德并没有翻脸 这代表了一个人的寒养 上门来就带了一条烟 这烟也就不到十块钱 这哪是求人办事的态度 你这人脸皮也太厚了 我这样说你你还不走 难道想在这里吃饭吗 熊巧兰走了 一脸凶神恶煞的看着顾德 顾德没有说话 而是冷笑 他倒要看看 如今嚣张的熊巧兰 一会是多么的卑微 李主任尴尬的笑了笑 他实在不敢反驳老婆的话 顾德 要不在这儿 一块吃个便饭吧 而熊巧兰过滤掉了老公的话 继续咄咄逼人 你这人消息倒是挺灵通 知道菜市场要改制 就马上跑过来 不过就带了条烟 一点礼数都不懂 昨天叫马有良的那人提的东西 才叫礼物 大几时的茶叶 还有一条滑子 一包进口的巧克力 另外又塞了五百块钱 这才是求人办事的态度 不等别人开口熊巧兰继续说着 要我说 你应该动动手里的关系 将摊位给马有良 省得这些阿猫阿狗的来惦记 一条烟一个月的工资 另外又塞了五百块钱 这可是一年多的工资 行吧 那就给他了 李广才点点头 似乎这一刻顾德不仅仅是被无视了 反而是被荡成空气一样 被无情嘲讽 看看这是多么可笑的嘴脸 五百块钱 原来你就值五百块钱 看来我今天还带多了 顾德很自然的说着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你这样的 难道还能拿出五百块钱来 熊巧兰一脸比喻充满了不信 没见是太可怕 带了那么多钱都用不了 顾德说完 拿出一打钱 分成两个 皮筷弄在桌子上 一半又揣了起来 这有多少钱 得有五六千吧 熊巧兰脑袋有些当机了 你不过就是菜市场一个小小的主人 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 这些钱不吃不喝你都要赚十年 顾德冷冰冰的说道 这钱不会是假的吧 说着 他便拿起钱一张一张的分别 哇 真的真的 全都是真的 这些并非是假钱 张张都货真价实 顾德真送了五千多块钱 顾德 你看刚才都是嫂子不对 嫂子狗眼看人低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别跟我一般见识 别站着了 快坐快坐 我给你们打酒去 今天跟你李哥好好喝两杯 嫂子顺路也给你赔礼道歉了 熊巧兰舔着脸说道 毫无羞愧之责 不用了 没心情 哼 还有一个是 就是这摊位我志在必得 如果李哥解决不了 那我只能往上面送你了 我估计到时候李哥只能下岛了 顾德说完就要走 李广才愣了一下 顾德说的没错 自己一个副主任算个屁眼 就是给郑主任送五千 自己估计都能被盖下来 这可是十年的工资 顾德兄弟 今天来是看得起我 你这老娘们果真是狗眼看人的 赶紧滚 还不滚去做饭 李广才对着熊巧兰就是一个书 顾德总后 李广才很感叹 老婆 刚才我对你那样说话 你不会生气吧 没有想到 顾德居然这么有钱 熊巧兰依旧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看着桌子上的钱 他有些发呆 这可是十年的工资啊 何止是你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 原本以为我对他的评价已经很高了 但哪里想到还是低估了他 这年轻人不仅淡定从容 就是出手也阔绰 还有他那脾气 也是可怕 这可是祖宗啊 万万得罪不得 哎 刚才你要是不说马有梁的事 那一万块钱不就都是咱的了吗 啊 李光才塌了一口气 有些失落 顾德给菜市城主任送礼 却遭着老地无情炒烦 顾德反手信息 别的神爱 惊得两人目瞪口呆 次日 菜市场李主任就请顾德吃饭 一向都是人家请他吃饭 主动请别人吃饭 李广才 这可是头一次 顾老板 很高兴您能赏光 李主任 您太客气了 顾德很自然地跟他握了握手 顾的兄弟 昨天的事是嫂子不对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别跟我这头发长的 父导人将一般见识 都说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过嫂子 我从来不生嫂子的气 顾老板出手真是破绰 没想到把蔬菜生意 做得这么赚钱 想必顾老板 必然是手眼通天的人物 没有谁是手眼通天的 只不过是超能力的魅力吧 以后还要多多仰仗 李主任跟嫂子 这不 我想着在菜市场买几个摊位 生意好了 李主任自然也会 升官发财 熊巧兰没有说话 他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可以把钱全 说得如此轻描淡写的人 你这个人 极成熟又有内敛的张狂 我很喜欢 顾德并没有说话 他在等李广才先开口 菜市场初步决定出租的摊位 一共有五个 每一个摊位最低的价格是 一千块钱一年 我可以给你留一个 五个我全部都要 你要这么多摊位做什么 五个摊位占据了 整个菜市场四分之一的面积 这得要摆多少菜啊 万一要是倒闭了 那可是要血本无归的啊 即使你是万元户 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了 其实我真正的目标不是卖菜 而是拿下菜市场的整个人 卖菜只不过是一个谎的吧 日后菜市场拆迁 岂是他们能行的 一个摊位一年我出两千块钱 顾德从怀里取出一包钱 这是五千块钱算是定金 等正是签了合同后 后续的五千钱 我会再交给李主任 顾德兄弟 怎么能让你交定金呢 这是你放心吧 全包在我身上了 李广才喜笑扬开 虽然嘴上说着不用 但熊巧兰身体却很诚实 直接把钱报了过去 对了李主任 我还有点事想要麻烦你 你这有空调票吗 顾德给李广才跑完前 我给熊巧兰续上了 有啊 难道你要买空调 李广才非常震惊 随后便缓和了过来 以为空调不便宜 就是自己这个主任 也是有票没减 李广才已经被顾德的 种种行为给整麻木了 无论顾德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他都会觉得正常 票我没带在身上 回头给制纲 我让他给你送过去 那就多谢李主任了 对了 我这边还有事就先走吗 嗯 好的 顾老板您先忙 顾德走出饭店后 想到今天正是小菊和小翠 请孟雪吃饭的日子 前世这俩人都不是啥好女 无视见殷勤非奸几道 想到这 顾德马不停蹄 朝孟雪吃饭的地方 他怎么也在 孟雪问小菊和小翠 你这话问的奇怪 王公子请我们吃饭 他当然在啊 就是 你不会以为是我们来请你吃饭吧 真要请你 我们也不可能到这么高级的地方来啊 是王公子说要请你吃饭 我们跟着沾沾瓜而已 他们口中的王公子 正是制衣厂厂长长的儿子王宏伟 此人一直纠缠着孟雪 看到这 孟雪转身就要走 你们吃吧 我走了 你江里的那个男人那么不忠用 难得王公子对你念念古往 别那么死心眼吗 是啊 王公子成分多好 厂长是他爸 以后制衣厂还不得是他的 你要嫁给他 那以后可就飞黄腾达了 两人充当起了情歌 像极了水浒传里被武松打死的王婆 孟雪听着感觉这几个人真是太恶心了 我结了婚 我老公是顾德 他才是我男人 我拿你们两个当朋友 你们这么做太过分了 就在这时 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王宏伟站了进来 貌似一脸真诚的说 孟雪 你误会我了 只是吃个便饭而已 真要对你怎么样 哪会邀请这么多人 顾德还没有工作吧 我跟我爸说说直接安排他禁止一场 好让他赚钱养你 果然 提到自己男人的 孟雪非常赏心 这时孟雪也想起来 跟顾德已经约好了 他等会儿就过来 孟雪这菜安心做了起来 饭菜很快就上齐了 还上了一瓶红酒 大饭馆就是大饭馆 真不一样 这菜做着就是比外面的小餐馆要精致 要不是王公子 我们哪能吃得起 这地方的确不错 一般的小饭馆我还真瞧不着 这里一顿饭也就是普通人一个月工资 对我来说只是小意思 王公子真厉害 听说顾德最近变情快 转性子了 没再跟那些狐朋狗友一起混 而是天天一大早就起来忙活 手上还总是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真是找到工作了吧 记得 他那塑料袋里肯定是垃圾 捡垃圾也能够算是工作吗 他还说要买小轿车呢 有小轿车是好一点 下雨天 下雪天外出能够方便许多 不像摩托车那样 骑着会淋湿了 王公子 你不会也真信了他的鬼话吧 一台小轿车的要大几十万 雇得哪有那个钱去买 他纯粹就是在吹牛 买个普通一点的也要不了几十万 差不多十万出头就可以买一台 王洪伟笃定顾的买不起 故意这么说 最近我就在考虑买一台小轿车 顾的要是想买那正好 到时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王公子你要买小轿车 你真是太厉害了 不愧是王公子 到时我们也跟着去瞧一瞧 顾的就是在吹牛 你们以为他真敢去吗 王洪伟瞥了一眼明觉 见对方居然一点都不为所动 他装作谦虚的样子说着 哪里哪里 也不全然是我的钱 买小轿车的钱 我爸也会出一部分 他出大头我出小头 就算长长出大头你出小头 那你也是年轻有为 谁嫁给你呢真的是想服了 要人品有人品要钱有钱 你一个结过婚有孩子的人 王公子能够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了 你这么喜欢他 你怎么不离了婚嫁给他 王洪伟把红酒给拍了 起身主动给孟学到了 这是红酒没尝过吧 来喝一口专为你点的 听说喝了对皮肤好 不用我不喝酒 给我个面子 王洪伟继续劝 可不是谁都能够受到我这样的对待 我不喝 要喝 我也只跟自己男人喝 你老公想要禁止一场 我一句话就能够搞定 你要喝了这杯酒 我可以考虑考虑让他进去 这么喜欢给人喂红酒 怎么不回去给你妈喂 人还喂的 故得的声音却响彻起来 闺蜜设局请女人吃饭 目的竟是逼迫他跟老公离婚 嫁给一个有手好闲的富二代 此时张厂长的儿子王洪伟正在逼孟学喝红酒 来喝杯八二年的拉肺 什么是拉肺 拉肺就是一喝就拉 拉到肺为止 专门喂你点的 我不喝 要喝我也只跟我的老公顾德喝 此时王洪伟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以他的身份定义 别人巴结他还来不及呢 孟学竟然敢拒绝他 喝了他 否则你和顾德永远去不了这一场上班 你这么喜欢给人喂红酒 怎么不回去给你妈喂 就在这个时候 顾德从外面飞了进来 他拿起桌上倒满红酒的杯子 直接拖到王洪伟的脸上 全场的人都紧呆了 就连王洪伟本人也愣住了 顾德 你腾得找死是吧 老子泼的就是你 什么玩意 竟然敢社区欺负我老婆 顾德如此大不及时 王洪伟被吓得往后退了两度 孟先生 你怎么把你老公也喊过来了 我们可没邀请他来 看他都做了什么事 竟然敢泼王公子酒 顾德 你一个废物 好大的胆子 王公子是你想碰就能碰的吗 赶紧给王公子跪下道歉 听到这 顾德直接走到小局跟前 对方脸色瞬间有点发白 你你要干什么 我老婆把你当朋友 你去卫虎作娼 引他过来参加这个局 这一巴掌算是给你的教训 说完之后 顾德又看向里边的小子 接着走了过去 随后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给你们一人一巴掌 算是对你们的警告 要是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 就不是两巴掌这么简单了 下次直接打断你们的狗腿 孟雪怕接下来 会爆发更激烈的冲突 也怕这么多人 真动手自己男人会吃亏 老公我们走吧 别搭理他们了 行我们走 哼 打了人就想走 顾德你今天必须跟我道歉 否则 你以后别想再禁止一场 一个月四五十块钱的工资 看把你给弄的 老子一天赚的 就抵得上你们好几年赚了 哟 那你一天不得赚几千块钱 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呀 你要是一天赚几千块钱 我跪下来喊你爸爸都没问题 喊我爸爸 我可没你这个不孝的儿子 给你们一个忠告 不要真把制衣厂当做铁饭碗 三年之内必定垮掉 我的话一点都不作假 前世的这个制衣厂 就是在三年之内垮掉了 这么多人以为的铁饭碗 最后成了破头烂点 行 既然你这么有骨气不肯道歉 那我就把话放在这里 你就给我等死吧 哈哈我等着 顾得回样了一句 然后带着孟雪和桃子离开了宝剑 老公你刚才发的火太大了 他们那么多人 万一他们一起动手打你怎么办 而且你不应该说那样的话 说三年之内制衣厂要垮 这得得罪多少人啊 我是你男人 我应该保护好你 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那不是一个废物吗 再说那个制衣厂确实是三年内保 我只是好心提醒他们 好了好了 我们先回去再说吧 顾得为了弥补对妻女的亏欠 从一个每天是赌城性指挥他老婆的人渣 变成了一个无微不至疼爱老婆的好男人 接下来的日子他一天比一天努力 成功拿下菜市场摊位 开了一个生鲜大超市 每日营业额五万家 生意做得风生水井 不仅如此 后来顾得又拿下一个饮料厂 接着又拿下了一个服装厂 最后顾得一举成为了当地首 一家三口过上了令全村都羡慕的日子 小说里的主角可以重生 对于现实的我们 人生只有一次 没有重来那么一说 余生很短 当下即是最好 珍惜眼前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